好 接下来的火线对话来看看民进党主席蔡英文 今年初曾经被爆料过她也有领18% 但是隔天蔡英文她立刻声明说放弃 不过在这之后国民党立委邱毅现在继续爆料 她说蔡英文到现在为止只跟台银结庆了账户 但是却没有发文给全序部说要放弃 因此在两年之内她随时都可以继续忧存 不过对于邱毅的爆料 蔡英文在晚间有了最新的回应 她说希望社会不要再被这些不负责任的爆料所误导了 今年初被质疑也领18% 当时蔡英文亲上火线声明账户立即结清 事隔四个月国民党立委邱毅再爆料 说蔡英文的18%账户根本还没完全关闭 台银户头里面要两年没有回存 验证期到了这个户头才算失效还要放弃 好那如果说今天因为两年事实上已经过了2012的总统大选了 来不及了 唯一的办法就是蔡英文正式发韩文向全序部申请 求已说听军令18%有两个步骤 第一要到台湾银行结清账户 第二还要到全序部发文才算完全停令 只是到底有没有这个规定 连部长张哲成都不太清楚 刚才以前没有人行文给我们过吧 所以我们也都跟着不知道 对不起 所以行文我们也不会开什么证明之类的 这样子 不会这实际上他跟台湾之间 台湾之间的契约吧 这个事情我想到现在为止 各方面的说明解释都已经很清楚了 我就不需要再回答了 那我也希望这个社会不要被这些 不负责任的爆料所误导 看公益电影 情纯啦啦队 却看得出脸色不怎么好 18%敏感话题 在蔡英文变成总统参选人后 再被蓝银拿出来冷饭热炒 夏令新闻中科报道